怀胎十月不易,在孕期里孕妈更是能亲身体会到孕期各个阶段给身体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许多孕妈都表示太难熬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怀孕八个半月了,还偶尔会吐,前五个月吐的怀疑人生瘦了十几斤,现在吃骨疼,晚上睡觉心慌气短上不来气,真的睡觉都是说迟,内奔,现在才三个多月, 前才知道晚上睡觉怎么睡都不舒服,每天翻来覆去都要换很多种姿势,结果一看时间都要天亮了,感觉自己都还没睡就又要起来了 怀孕三十二周了,今天晚上失眠到两点多,睡觉找不到合适的姿势,吃一点东西都不消化想吐,我就是给上厕所搞死了,九周多,白天二十分钟上一次,晚上一个小时上一次 超烦,慢慢熬吧,再难都熬过去了,只想说,我马上要生了又遭的这些罪,疼了一个礼拜了,愣是不开公口,还差五天欲差七,大夫又不给优扬只能这么疼着,出来先打一顿再说 我说不管之前取了啥名字,出来了名字就叫慢慢,可真够慢的,我老公说叫摩基 刚好二十周了天天屁股疼半身都疼,不过只要宝宝渐健康康出生妈妈什么都愿意,我也是运气个月累骨疼,疼的时候只能平躺,测水压着就疼,平躺就会扯着肚子不舒服,喘不上气 随便吃点东西都会疼,坐着也疼,运发个半月,现在最难熬的就是上班和睡觉 前半夜基本就是在发来过去和上厕所中度过,我有胃病,自从怀孕胃病就加重了,每天卑微折磨的很难受 但是为了宝宝一切都忍,只愿我的宝健康平安出生,最后一个月最难熬,正在经历中,食肤疼腰疼半身困难,月子还那么热 运气的你经历了哪些难熬的事,欢迎评论区留言,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